CQCQCQ各位嫌疑无线电的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展台长的电台室 我是本期的操作员9V1H1 今天台长想要玩FT8 但是今天的FT8和平时玩的FT8不太一样 平时我都是使用我这台ICOM IC7300 来进行FT8的通联 ICOM 7300想玩FT8这样的数据模式非常的简单 因为它有内置USB声卡 然后通过一根USB线就可以连接到我们的电脑上 通常像FT8所使用的软件和其他的一些业余无线电常用软件 都可以直接通过USB来控制我们的电台 但是今天我并不是使用ICOM 7300来玩 而是使用我手上的小盒子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小盒子非常的小 也就比我的手还要小 这个是我大概在一年多之前买的一个套件 这个套件叫做D4D 这个套件是一个专门为FT8来设计的固定频点 超低功率这样一个收发信机 可以有40米有20米也有30米可以选择固定一个频点 我这个是20米在14.074上面进行发射功率非常的低 双边带一瓦合成我们的单边带只有0.5瓦非常的小 然后它使用的是音频Vox输入和输出 等一下会给大家来演示一下我们怎么样进行连接 并且尝试着今天使用这0.5瓦的小功率来进行FT8的通连 在我们正式的开始使用这个D4D之前 我们需要确保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天线的一个调谐 因为我平时使用的这个7300 它是有一个内置的天条的 这个键天条 那么使用内置天条 我们可以将主播在3比1以下的天线 利用机内天条调制到这个主播比为最小 但是我们D4D里面没有内置天条 我们需要让天线的主播比尽量让它低 这样能确保我们不伤害我们的电路 也确保我们通联的效率最大化 好的 那么我们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我现在在使用的一个天线 这个PAC12这样拉出去 现在这个是一个在楼房里面 一个比较没有办法才使用的这样的一个设置 那么这个设置 我们通过调节上面的加感线圈 我们是可以让天线达到一个差不多斜阵的状态 来我们现在看一下 这是一个天线分析仪 我们看一下天线分析仪上面 现在的这个主播差不多在1.5左右 在1.5左右 1.5左右的话 我们不能说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主播比 但是也是一个我们在低功率下通联 可以说是一个安全的 就是它应该不会怎么太有反馈的 这样的一个主播比 我们现在调成这个样子 应该是最好情况了 也不能再调到更低了 那么用这种情况 我们接下来开始进行连接 并且通联的一个测试 好的 刚刚调完了天线 我们现在已经把天线连上了 并且通了电 现在我们的这个D4D已经可以正常的开始工作了 一个发射灯 一个接收灯 这边两个是两个音频线 音频线通过这个两个音频接口连到我们的电脑上 然后呢 现在我们可以在电脑上可以看到这个频谱啊 我们将软件的这个输入和输出调整到我们连接D4D的两个音频端口上面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可以接收到一些频谱 并且呢 可以在这里看到我们解码的这个信息 目前来讲这个频段不是特别的活跃 接下来给大家讲一下如何来进行我们的调谐 调谐呢 其实很简单 接收呢 不用调直接这样最大音量来接收就可以了 但是发射需要调一下 怎么调呢 我们软件上面有一个调谐 这个调谐呢 可以发射一个音频载波 这样呢测试我们的发射 这样的话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啊 我现在点调谐 之后可以看到这边啊 这边我们的发射灯就亮了 之后呢 我们在软件上面调整我们的输出音量 我们将音量降低 我们可以看到音量降低之后呢 我们这个音量就不足以触发它的Volks发射 然后我们再将音量啊往上走 这样呢 在音量刚刚触发发射的时候停止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避免我们的输出音频过载 同时呢 确保我们的这个音频可以触发Volks发射 好的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利用我们的这个D4D啊 做一些这个实际的这个通联 叫了几遍 CQ现在这边好像有一个友台 看起来还挺强的这个信号 我们看一下啊 离我们很近 应该是印度尼西亚的一位友台 给我们减06 减06应该说是很好的一个信号报告了 我们之间的距离大概是几百公里 这样 我给他减00 这样可以说他的信号也非常强 那么我们减06这个信号其实非常不错的 尽管说距离不算很远 但是我们的这个功率小啊 我们的功率小 因为什么呢 我们这个理论上是一瓦发射 但是因为是一瓦双边带 所以留在上边带的只有0.5瓦 差不多是这样的输出 我们的溃线和我们的天线 损耗还是很大的 刚才也给大家看了啊 这个PAC12 PAC12的这个功率啊 非常的就是不是功率 它的这个天线效率其实并不高 而且尤其是我们现在在这个楼房里面啊 在楼房里面这个 其实是这个对天线大打折扣的 那么我们现在呢进行了一个成功的通联 也是成功的证明了 我们这个D4D这款机器非常的有用 非常的好 好的那么刚刚呢大概测试了 有这样半个多小时 不到一个小时进行了一系列的这个从天线条鞋到我们进行发射 可以说呢天线的架设和调节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 有了天线分析仪我们的这个调节变得非常的便捷 而且非常的快速就可以调到我们想要的鞋震频率 之后呢我们连接电脑也是非常的快 两个音频线一根电源线就OK了 在电脑上我们进行了一些试着的发射 并且做了QSO 刚刚呢和印度尼西亚以及泰国两位友台进行了一个通联 得到的信号报告呢还是非常的不错的 由于刚刚的时间呢是临近中午 所以说呢20米的传播不是最理想的时候 我希望呢可以在这个20米传播更好的时间 进行一次再进行测试 但是今天呢因为是第一次使用 能够成功的进行通联 就证明了我们D4D这个套件是非常的成功的 这个呢推荐大家对于FT8以及对于电子制作DIY 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考虑着去查找一下 详情的这个购买呢可以去这个Hello CQ论坛 或者是在其他的一些地方进行一些查得到的 在这里呢就不多做赘述了 最后呢还是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样一些套件 鼓励大家多去做一些自己制作 激发大家对电子的兴趣 激发大家对于无线电的一些兴趣 也能够从中了解到一些我们电台工作的一些原理 还有像我们电台的一些组成的部件 等等的一些结构 这些方面的知识对大家都是有用的 好的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为止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七十三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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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